诶小童玩过旋转木马吗 玩过啊 一般都是跟谁去玩 我知道 那跟旋转木马是跟谁一块去玩的呀 我都是自己去玩的 周死周知 娱乐圈的明星虽说生活都那么光鲜亮丽 但是往往在情感上面 总是分分合合 特别是宏集意识的顶流 总是在官宣不久就陆续出现感情问题 这也让人很难看好娱乐圈的感情 可是呢有一对顶流官宣至今仍然甜蜜恩爱 他们就是陆寒和关小童 关小童从小出生在艺术之家 四岁开始进入娱乐圈 他可爱的外表和娴熟的演技 让他拥有了无数的粉丝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因为学业问题暂时退出娱乐圈 而2016年呢是关小童的丰收年 以552分的高分 如愿考见了北京电影学院 成为那一届的文化专业双量状元 收获学霸称号以后 关小童的事业也开始大放异彩 一部好先生让他获得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 演技受得好评 同年26岁的陆寒 也享受着人生的高光时刻 两年前离开人气男团的他 回国及顶流 事业登上新台阶 以2.7的财富登上了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封面 并位居中国90后富豪榜第五位 那时的陆寒还不知道 不久后他会因为一个女人 放弃半壁江山 所有的风光都化为昙花一现 后来关小童作为飞行嘉宾 录制了一起跑男 在节目中 学霸关小童解开了一道 二元一次方程 惊带了在场证人 既然陆寒也向他 投去敬佩的眼光 你们怎么卖怎么卖怎么卖的 他是一共要48个 没有这个 不能超过580 不是等于580 不能超过 算了就算了100 如果是不超过的话 那就取个整数就行了 33个发箍 然后15个 15个相片 那不过啊 当时节目组给陆寒安排的 一幕CP是迪了热巴 之后在五四晚会上 他们再度同框 此时两个人的氛围呢 已经有点暧昧了 时不时来个对视 一个月以后 电视剧甜蜜暴击开机 他们两个在剧中 饰演一对情侣 结果一不小心呢 哎呀 假写真做了 在甜蜜暴击 杀青一个月以后 陆寒突然发布公开恋情 导致微博直接瘫痪 陆寒一夜之间 掉粉几十万 老粉回彩 暂节请辞 几个个站哪都被关闭 关小头呢 也遭到粉丝的围攻 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几天后 闹剧慢慢落幕 陆寒面临的是粉丝流失 流量下滑 绝望全分 或有几分人走茶凉的奇产啊 但陆寒呢 很坦然的接受落差 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很早之前 他就说过 有女朋友会主动公开 即使直到公开会影响事业 但他不会立单身人设 来欺骗粉丝 也不想夺狗仔 公开恋情是对女友 和自己粉丝负责的表现 这个东西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 如果今天我不是我这个性格的 那我可能不公布 对 但如果是我这种性格的 我觉得是需要公布的吧 对 我觉得首先 不是在我啊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理解 在我这儿 我觉得是一种负责任吧 陆寒的做法给了 关小头很大的归属感和真诚感 不得不承认 陆寒确实是个爷们 在众人纷纷参想 他们不会走得远的时候 想不到光阴如苏 已经四年多了 虽然两个人不常撒狗粮 但从一些小事情 还是可以看出 两个人按戳着来兄爱 尤其是在彼此生日的时候 彼此都是互相送祝福 除了特殊的节日之外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们都非常甜蜜 每天不见受不了 每天不见受不了 哪个受不了 每天都想腻在一块嘛 我会让他哭吗 我哭了 不会的 不会啊 对 我应该不会有做什么 让我女朋友哭的事情 有一次陆寒在参加一档真诩的时候 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陆寒表示有一次他请客吃饭 结果结账的时候呢 发现卡里余额不足 于是他立马打电话给关小头 关小头听完才想起来 忘记给陆寒打生活费了 接着立马就把钱给陆寒打了过去 听到这段对话 真是让人笑叉了气 陆寒 关小头还没有结婚呢 陆寒就把财政大权交给关小头打理了 看来陆寒以后也是个妥妥的器官员咯 好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